日本人的货车飞驰而来的时候,日头刚刚冒红,河面上一片光明,河两岸的树木上接着金流利,银流利,大铁桥默默地趴着,司马库紧张地连连搓手,嘴里咕噜着一些脏话。 火车坑坑坑坑,微风凛凛地压了过来,临近铁桥时,铭起了响彻天地的汽笛,车头上喷吐着黑烟,车轮间喷吐着白雾,咣当咣当的巨响令人胆战,河上的尖兵都在微微颤抖。 队员们坠坠不安地望着火车,蒙古马的耳朵往后扶倒,紧贴在披散的棕毛上。 火车昏头昏脑地冲上铁桥,它是那样的粗野蛮横,大桥也似乎窥然不动。 一秒钟内,司马库和他队员们脸色变灰,但一秒钟后,他们便在冰上欢呼雀跃起来。 欢呼声最响亮的就是司马库,跳得最高的还是司马库,尽管他屁股上的伤势的确十分严重。 大桥是在一秒钟内坍塌的,那些枕木、钢轨、砂石、泥土与火车头一起下落。 火车头撞在一个桥墩上,桥墩也随着坍塌,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巨响, 然后是飞窜起几十丈高,在空中沐浴着阳光的冰块和沙石,弯曲的钢架和断裂的枕木。 然后,是几十节满载着货物的车厢轰轰烈烈的挤上来,有的栽在河道里,有的歪在盗轨旁,随即爆炸连绵。 爆炸是从一节满载着烈性炸药的车厢开始的,然后引爆了炮弹子弹。 河上的冰被震裂,河水汹涌地冒上来,河水中有鱼有虾,还有一些青盖的鳖。 一条人腿带着大皮靴,落在一匹蒙古马头上,砸得马头昏眼花,双膝一跪,跪在了冰上,沾掉了两片毛。 一个足有千斤重的火车轮子砸在冰上,激起冲天水柱,落下来的是西泊泥浆。 巨大的气浪震得司马库耳朵失灵,他只看到蒙古马拖着爬里,在冰河上,眉头苍蝇般乱撞。 队员们都呆呆地站着或者坐着,有的人耳窝里都流出了黑血。 他大声吼叫,但自己也听不到声音,队员们张着嘴,仿佛也在喊叫,但也听不到声音。 司马库费尽了力气,才把他的爬里队带到了昨天上午,他们用蓝白火苗切割冰块的地方。 我的二姐带着我三姐四姐,又在那儿抬水抓鱼。 昨天割开的冰窟窿,一夜又冻结,我二姐用短饼铁锤和钢枣把冰凿开。 司马库的人赶到这里,蒙古马抢着喝水,喝完了水有几分钟,那些马便浑身哆嗦,四肢抽搐着倒在冰上,一会儿功夫全死了。 凉水把他们张开到最大程度的肺液,炸破了。 这一天的黎明,整个高米东北乡的所有生灵,人、马、驴、牛、鸡、狗、鹅、鸭,连冬眠在洞穴中的蛇,都感受到了来自西南方向的大爆炸。 他们错以为春雷惊蛇,纷纷爬出洞穴,冻死在野地里。 司马库带着他的队员们来村里休整,司马庭用尽了全中国的脏话咒骂他们,但他们的耳朵全部失聪,还以为司马庭在赞颂他们呢,因为司马庭骂人时,脸上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情。 司马库的三个老婆各自拿出家传秘方,为他们共同的男人治疗屁股上的烧伤加冻伤。 常常是大老婆刚刚在他屁股上贴了膏药,二老婆又端来一盆,加了十几种名贵中药熬成的喜剂,贴掉了膏药。 刚洗完,三老婆就拿来了用松柏叶和冬青根加上鸡蛋清,老鼠胡须荤调制成的粉剂,如此川流不息。 使他的屁股干了湿湿了干,旧伤痕上又添心伤痕。 搞到最后,司马库穿上棉裤,扎上两条皮带,一见到三个老婆的影子就抓起斧头或者是拉动枪栓。 他屁股上的伤还没好,耳朵却恢复了听力。 司马库恢复听力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哥的怒骂。 你这个狗肉的,全村都得跟你遭殃,你等着瞧吧。 司马库伸出跟他哥哥同样柔软红润,肉厚皮薄的小手,捏住了哥哥的下巴。 他看着哥哥一贯刮得光溜溜的嘴唇上钻出来的几十根弯曲焦黄的老鼠胡子, 和他嘴唇上裂开的皮,悲伤的摇摇头说,"嘶嘶嘶嘶嘶,"我跟你是一个跌下的种, 骂我就是骂你,你骂吧,好,好好骂啊。 说完,他就松了手。 司马库伸张口结舌,望着弟弟高大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提起锣,走出家门, 笨拙地爬上他的眺望塔,向西北方向张望。 司马库带着队员们又去了一趟铁桥,拉回了一些扭曲成麻花状的铁轨, 还有一个刷着红漆的大火车轮子,还有一堆谁也叫不出名字的破铜烂铁, 在教堂大门外的大街上摆开,向乡亲们炫耀战绩。 他嘴角挂着两朵小泡沫,一遍又一遍地向观众宣讲他毁桥,颠覆日本军列的经过。 他每讲一遍,就增添一些活灵活现的细节,越讲越丰富,越有趣味。 讲到后来啊,竟然跟风神演绎差不多了。 二姐上官昭帝,成了司马库的忠实听众。 他起初是听众,后来是那件新式武器的见证人。 发展到最后,除了目击者,竟然还成了鬼桥事件的参与者。 好像他一直跟随着司马库,跟着他一起攀上桥墩,又随着他从桥墩跌下,司马库屁股疼痛时,好像他也跟着咧嘴,仿佛两个人的伤是在同一个部位。 正像母亲说的一样,司马家的男人都是一些疯疯癫癫的家伙。 那个盲女坐着瓮飘来,齐俊无比,却双目失明,说出话来谁也听不懂,不是听不懂她的语音,而是解不开她话里的意思。 她如果不是狐狸精变的,就一定是个精神病人。 你想想,这样女人的后代,哪个能正常? 母亲觉察到了上官昭地的心事,预感到上官来地的故事,很快就会重演。 她忧心忡忡地盯着女儿漆黑的眼睛里燃烧着的可怕的激情,和她那通红的,不知羞耻的肿胀着的肥唇。 这哪里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分明是头发了情的小母牛。 母亲说,赵弟,我的闺女,你才多大呀? 二姐瞪着眼睛反驳母亲,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已经嫁给我爹了吗? 你还说过,你的大姑姑十六岁的时候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孩都像肥胖的小猪一样。 话说到这种程度,母亲就只有叹息了。 但二姐不依不饶地说,我知道,你想说她已经有了三方太太,我做她的四太太,我知道,你还想说她辈分比你大,我跟她既非同性,更非同宗,不犯规矩。 母亲放弃了对二姐的管制权,一切由她自辩。 母亲表面上平平津津,但我从乃至的味道上知道,母亲的内心波澜滔天。 在二姐追随了司马库胡闹腾那些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那六个姐姐,在我家的萝卜轿子里,挖了一条通向南墙外熟介堕的暗道。 挖出来的泥土,一部分填到粪坑里,一部分垫在驴栏里,大部分填到熟介堕旁的那棵枯井里。 春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姐姐去大街上看灯。 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像水瓮那么大的红灯。 每个灯笼里插着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羊枝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出耀眼的光辉。 二姐朝地哪里去了?母亲不管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 八年夜里,我们正要放鞭炮银台上时,她身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紧紧竖住细腰的牛皮腰带,和那沉甸甸挂在腰带上闪烁着光芒的左轮子手枪。 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出了一个女响马。 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笑,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似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入歧途的可能。 于是母亲说,昭帝,我不能让你去给司马库做小。 上官昭帝,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似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地和昭帝的事情,她的大姑姑,酒精磨练的老女人说, 哎,儿女情势只能随其自然。 再说,你有杀月亮和司马库这样的女婿,这辈子还愁什么? 这两个人可都是钻天的。 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啊。 那个老妇人接着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 母亲还要啰嗦,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的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 最新章节,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生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 母亲说起了自己的大闺女,二闺女,来地和昭帝的事情。 但是,大姑姑不爱听,不耐烦的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 她说,还是让我看看你的儿子吧。 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出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勾万赫的脸,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眼睛。 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眼圈周围却生着蜜杂杂的黄睫毛。 她伸出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捏捏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双腿肩,摸摸我的鸡巴蛋。 我厌恶极了她的这种侮辱性的抚摸,紧力向炕脚爬去,她一把揪着我,大声说,小杂种,站起来。 大姑,她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啊? 哼,我七个月的时候,都能去鸡窝里,给你奶奶掏鸡蛋了。 大姑,那是您,您可不是平常人物。 这个小子,我看也不是个平常人物。 马洛亚这人,可惜了呀。 母亲的脸红了白,白了红,我爬到炕里边,手把着窗台,双腿一挺,站了起来。 老夫人拍着巴掌说,看吧,我说她能站起来,她就能站起来。 小杂种,回过头来。 大姑,她叫金童,你怎么老叫啊,小杂种啊? 杂种不杂种,只有娘知道,是不是啊,我嫡亲的大侄女儿。 再说,我这是爱称,小杂种啊,小憋蛋啊,小兔子啊,小畜生啊,这都是爱称。 小杂种,走过来。 我转过身,双腿颤抖着,望着母亲泪水盈眶的脸。 金童,我的乖儿子。 母亲伸出双臂召唤着我,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会走了。 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 你呢? 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啊? 啊,我挺好的。 好就好,凡事啊,往天上想,往海里想,嘴不济啊,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我明白。 告别的时候,老夫人又问,你那婆婆还活着吗? 活着呢,在驴室里打滚。 这老东西,强调了一辈子,想不到落了这么个下场。 如果没有大年初一日的密谈,我不可能在七个月时便能行走,母亲也不可能有兴致带我们去大街上关灯,那样我们只能过一个索然无味的元宵节。 那样,我家的历史有可能不是目前这样子。 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 很多的孩子提着噼噼噼噼,低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缝里钻来钻去。 我们在扶生堂大门前停住,观赏着大门两侧那两个庞然的大灯笼。 灯笼暧昧的黄光,映照着大门额头上悬挂着的金字匾额。 扶生堂大门洞开,深深的庭院里灯火通明,传出一阵阵的喧哗。 大门外聚集着很多人,袖着手,静静地立着,像等待着什么。 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领地问身边的人,大叔,这里要诗粥吗? 那人不知可否地摇摇头,身后一个人说,姑娘,喇叭节才诗粥呢。 二姐回头问,不诗粥在这干什么? 那人说,要演文明戏呢,听说是从济南府搬来的名剧。 二姐还要续道,被母亲捏了一把。 终于,司马家大院里走出了四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根高杆,杆烧上挑着四个黑乎乎的铁家伙,铁家伙喷吐吐着啄木的火苗,照耀的大门前亮若白昼,不,比白昼还亮。 离司马家大院不远处,教堂的破烂钟楼上栖息着的野鸽子,惊慌地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去,飞到黑暗里去。 人群里有人高叫一声,瓦斯灯! 从此,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豆油灯,洋油灯,引火灯之外,还有这能把人眼罩藤的瓦斯灯。 四个挑灯的黑大汉,在扶生堂大门前站成一个四角形,好像四根有黑的柱子。 大门里又出了几个人,扛着卷成圆筒状的尾席,咋咋呼呼地走到四个挑灯人规范出来的空地中间,使劲地把席扔下,然后解开树席绳,尾席便自动地展开。 他们拱着腰,拽着席脚,快速地挪动着黑色的毛茸茸的小腿。 由于他们的脚步太快,也由于瓦斯灯,灯光太强烈,使我们的眼睛出现虫眼。 所以我们一致地看到,那些扯着席子跑动的人都伸着四条以上的腿,腿与腿之间还牵拉着一些透明发亮的猪网状的东西。 由于这些东西的缠绕,他们的奔跑就好像在猪网上坐着无奈侦察的小甲虫。 鞋子扑好后,他们直起腰来,对着观众亮了一个像,他们的脸上涂抹着一道道油彩,好像一块块新鲜斑驳的瘦皮。 有的像豹子皮,有的像花露皮,有的像蛇蕾皮,有的像在庙里偷食共果的花面欢的皮。 然后,他们就跑两步退一步似的窜回浮生堂大门里去了。 在四盏瓦斯灯痴痴的喷气声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崭新的尾席也在静静地等待。 四个高举灯杆的黑汉,变成了四块黑色的石头。 一阵裸响,抖擞起了我们的精神,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门里边,但都被那镶着抖大幅子的白色隐蔽墙挡住。 我们等待了仿佛半辈子,扶生堂的大掌柜司马亭,大兰镇原镇长,县维持会会长司马亭,哭丧着脸出了场。 他提着那面饱受打击的铜锣,仿佛极不情愿地敲着锣绕场转了一周,然后站在席地中央对着我们说。 各位乡党,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兄弟大妹妹们。 俺兄弟八铁桥打了胜仗,好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祝贺,送来了嘉奖令二十多张。 为了庆祝这一特大胜利,兄弟请来了戏子一帮,他自己也要分墨登场,演出新编戏教育乡党。 郭元宵节不能忘英雄抗战,绝不让日本鬼子占我家乡。 俺司马亭是一个中国男儿,绝不再当着维持会长。 乡党们,咱们是中国人,不伺候日本人这帮狗娘养的。 说完这段何哲押韵的话,他对着观众鞠了一躬,提着罗网回跑,与正从大门里出来的胡琴师横笛手琵琶将撞在一起。 音乐师们夹着乐器,提着板凳上了场。 音乐师们坐在席边,支支压压的条弦,以横笛手吹出的两个音符为基准,高的往下落,低的往上拧。 胡琴,琵琶,横笛,统一在一起,编织成一根均匀的三股绳,编了一段,停下来,等候着。 然后,鼓手,罗手,插手,夹着架势,提着凳子出来,与乐师们对面而坐,匡匡菜菜,漆漆擦擦,敲打一阵。 小罗清脆单调的响了几声,小鼓敲出点儿,胡琴琵琶,横笛齐名,编织着绳子,捆绑着我们的腿,让我们不能走,捆绑着我们的魂,让我们不能响。 曲调缠缠绵绵,悲悲凉凉,有时又哼哼唧唧嘟隆隆,这是啥戏? 高密东北乡的冒枪,冒枪一唱,乱了三纲五常,冒枪一听,忘了清爹清凉。 于是,随着节拍,观众的脚在抖动,观众的嘴在煽动,我们的心在颤动。 我们的等待,就像那弦上的剑,到了临界发射的最后关头。 五,四,三,二,一,一声高枪,在高枪结尾处又声嘶力竭的翻卷上去,拔得高尚加高,刺破了云天。 在放声歌唱的鸟鸟鱼音里,我二姐上官昭地,头戴一朵红绒花,身穿蓝士林偏筋挂, 扫腿裤子蓝绣花鞋,左手跨竹篮,右手提棒锤,迈着流水般的小碎布, 从司马家大门里流出来,流到耀眼的瓦斯灯光下,在席地上杀住浪头,亮了一个像。 眉毛不像眉毛,是天边的星月,目光如水洒在我们的头上, 鼻子消瘦高挺,厚厚的嘴唇涂得比五月的樱桃还要红颜。 然后是寂静,万眼不眨眼,万星不跳动,憋足一股劲儿,齐齐地喝一声彩。 接下来,我二姐梳腿下腰,跑圆场,腰脂柔软如池边春流,脚步清洁似脉烧蛇在脉芒上滑动。 这天晚上虽然没有风,但还是寒冷异常,我二姐却穿着一身单衣, 母亲吃惊地看到,自从吃完了蛮梨之后,二姐的身体已经发起来了, 胸前那两坨肉已经与成熟的鸭梨不相上下, 而且形态端正优美,继承着上官家女人风乳肥臀的光荣传统。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煞,听东方.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